外界對我們民眾黨本來講期望太高了 我問你一個題目 民進黨成立三年半的時候在哪裡 還不知道在哪裡 國民黨成立三年半的時候 還在海外遊玩 我們才成立三年半 你能把國民黨黨打到嗎 不要說比青年種 非常痛苦 我們只有裡面這樣 比如說小貓兩三隻 小貓二三十隻這樣 就靠這樣一批人 竟然可以讓國民黨非常頭痛 這實在很厲害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台灣民眾黨的表現遠超過其他政黨 大家會很想問 到底民眾黨跟國民黨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 我要跟大家講 最重要的不同點是他的政府 清零勤政愛民愛鄉主 其實清零勤政愛鄉主 是民進黨天在中南黨部上面的標語 但是他並沒有成功 我跟你講 每天七點半上班 一次叫做作秀 如果八年 所以其實一日北高 一次叫做作秀 如果每年都起 所以他就變從傳統變傳奇 這是企業成功最高的命絕 好的企業就是他每年成長十到十五八 連續十五 這才好的企業 那很混沙很大 最重要是我們要我們的價值 清零勤政 你不會講到清零勤政 你不會講到民進黨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 像民進黨黨大巨蛋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那個是不對的 不可以幹的是我難幹的 因為一個印章 我要擋了一個十個月 我們不會幹的東西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沒得了 我也為了說政黨的分證 做出那個很明顯的舉動